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我现在是在今天的比赛场地 这里已经入夜了 但是当地球迷是非常热情啊 今天的比赛解说 还是大家的老熟人 苏东和我王涛 有一场小组赛的争夺将在这里进行 对阵双方分别是中国女足和加拿大女足 主队的小组赛开局相当不错 积木战就拿到了开门红 本场比赛在自己最熟悉的主场 目标肯定也是全取三分 门将立功了 角球开出来是往前点给的 索菲施密特打封堵了一次 进去边缘的宫门 这一脚铲球还是不错的 好双 看看这次能不能转换为进球 裁判终止了比赛 看这个样子有可能要出牌啊 裁判是铁面无私啊 没有因为时间早就手下留情 该出牌就果断出牌 这个黄牌也能让队员们冷静下来 不至于过于激动让比赛失控 直接打远射这脚射门啊 其实还是挺有想法的 毕竟距离这么远啊 只不过最后差了那么一点 要不然就能贡献一个精彩的任意球破门了 他们今天这个高位逼抢啊 执行得非常坚决 飞针扑就啊动作很好看 效果也不错 这个脚球直接传到了进去中央 稳稳地解围 漂亮的过顶挑船 接下来就看王双的了 还好这脚射门被挡了一下 门将成功跨解了这脚远射 阿德里亚娜来啊 漂亮一下 几乎可以说是完美的凌空打门 把球送进球网 再来欣赏一下这个进球 首先是这脚极具威胁的传终球 然后就是这脚近乎满分的射门 跑动当中不等球落地凌空破门 将举被打破 目前比分1比0 这种拦截啊真是非常长士气啊 对方通过大量的组织和拉扯才找到了机会 然后就这样被化解了 秦克莱尔要想攻破他的球门可没那么容易 传给前点接应的队友 这是卡迪沙普肯南 这球打得非常交断 门将飞针将球脱出横梁 这个球啊又被放置队员破坏了 还是脚球 这次想打个战术 这次想打个战术 角球又来了 角球给到了前点 把球权拿了回来 中断了对手的进攻 王珊珊 一次成功的抢队 终结了对手的进攻 阿德莱娜来啊 这是一波非常漂亮的连续倒角 对门将来说这很轻松啊 接外球 布莱明 赶给了查普曼 这球在拼抢中出了边线 在后场把球给断了 好球 机会出来了 来到进区边缘了 观众也沸腾了 他们把比分扳平了 来看一下进区的回头 这次起了一角高球越过防线 面对对方的防守压力 他们也没有慌张 找到了最合适的起脚时机以后 将球打击 目前双方是1比1打平 达尔尼贝吉 传给了查普曼 阿德莱娜来啊 已经杀到前场了 上门 球背门将拒之门外 卢嘉慧 罗嘉慧 网霜 他们熟练的倒角真是精彩啊 哎呀就差一点啊 几乎贴着横梁飞了出去 索菲施米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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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回给了施米特 没问题了吧 啊 球进了 他们又领先了 绝大多数的进球 都发生在那个位置 因为距离球门已经太近了 要是提丢 可是会被球迷吐槽好一阵了 比分被改写成了2比1 罗嘉慧 网霜 球来到了张瑞脚下 直接交到门将手中 毫无威胁 这球和队友擦身而过 给了对手一个边线球 反击的时候到了 这波传球啊 很有水平啊 一切都很好啊 可惜就可惜在啊 把球交给对手了 克里斯蒂娜 新克莱尔 比赛时间到 裁判明哨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 我们可以看到 双方球员重新回到了 长春藤向球场中 主创办明哨开始了下半场的比赛 强谈成功 双方交换球权 球传得很棒 准备力保成本不知 不过还不能掉以轻心啊 哎 这球还是进了 这门将这第一下铺就已经很精彩了 这补射无能为力啊 我们能看到 门将已经把他能做的都做了 无论把他换成其他任何人 都很难做的比他更优秀 但现实又是如此的残酷 球毕竟还是进了 要准备换人了 一分被改写成三比一了 他在边路找到了空间 追分的机会啊 一次成功的铺就 王珊珊 在几方后场划铲抢断啊 射门对对方门将 构成了一定威胁 不过门将的处理 也是非常冷静 这样的铺就啊 真的很长士气啊 清克莱尔 好球 他收获了今天的第二个进球 再来看一次进球回放 这个球传得实在是太到位了 直接穿越了对方方线 然后他在距离球门这么近啊 拿到这机会啊 当然是不会错过的 现在比分是四比一 现在比分是四比一 球被解围了出来 传给了王珊珊 传球传丢了 这是扮演亲善大使吧 球被防止园碰出界了 攻防获得脚球 没有特别好的机会 直接射门 及时地飞沉扑叫 这个角球 这个角球飞向了进区中间 成功的解围了 门将挡了一下 真是一次救世主般的抢断啊 在后场控球 他也并没有慌张 他们能抓住这次反击的机会吗 漂亮的穿越球 还是被门将扑了一下 王珊珊 进去里抢断成功 刚才的打门非常果断 质量也很高 但对方门将反应非常快 处理也恰到好处 好机会 有了 新球的回放来了 如果你不懂什么叫做跑位包抄强点 看看这个球就知道了 目前的比分是4比2 这次队友的支援很及时 我满心以为这次能打进一球 没想到对手夺回了球权 我自作多情了 多好的机会啊 可惜他没把握住 对手的球门球 王珊 球来到了张瑞脚下 在进区内果断把球断下了 比赛的常规时间 现在只剩下15分钟了 他们还在耐心地寻找机会 能扳回一个来吗 估救的质量很不错 真是非常危险啊 幸好他拦到了球 双妹子往上拿球 进区内铲球要小心啊 反击的机会来了 看看他们如何打好这次反击 这个拼抢动作应该是犯规了 但主台示意进攻有力 比赛继续 漂亮的防守 重新铲回了球权 全球失误球权交给了对手 索菲世米特 球丢了 到了对手脚下 双方在拼押中把球拼出了边界啊 界外球 阿丽莎 阿丽莎 查普曼 乔丽莎 乔丽莎 海棠马 皮球飞出了边线 索菲世米特 边路现在很空 看他怎么处理 这球能进吗 这一脚球未免差的有些太多了吧 防守队员把球破坏掉了 伤停不时两分钟 带球甩开了防守队员 这球能缩小差距吗 非常棒的防守 化解了对方在禁区边缘的一次打门 这球扑起来没什么难度啊 来办明照结束了比赛